基本上我們沒有寫任何的程式 不過基本上懂得錄製劇集 至少你會產生需要的這些程式 至少總比你 也不知道該怎麼寫來的好很多了 至少你有個基礎 剩下來的 你就是把你可能需要做修改的地方 這樣會再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 那哪一些地方可能你要需要去做修改 各位記得就是把這些註解自己再把打上去 那我只是很簡略的打 不過有的時候有些同學看了 有些地方因為我打得太簡略了 他可能回去看不太懂 不過沒關係這地方可以自己再加強 裡面的話建議就是裡面到底哪個物件 比如說range 物件後面他有個方法 有沒有 Dislay 什麼 當然你將來也可以只要練習 點下去他自己有沒有 Range 物件裡面能做什麼 全部都在這裡嗎 ok 那當然如果你有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當然你可以按F1 跳出來 針對Range 物件裡面有所有的詳細的處境跟方法 那暫時如果你還用不到的話 不過你至少有知道這些東西 比如說他是一個slate 然後選取嘛 有不要放上 將來如果說你熟悉之後呢 或許你也可以用自己撰寫了 不見得一定要全部錄製 以後的話這些東西可以當成你寫VBA的一個基礎 那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錄完之後你會發現 他這個後面有比較重要的是應該這裡 Auto filter 其實Auto filter 基本上呢就是資料裡面的篩選 這個篩選功能呢 在那個VBA裡面呢 實際上他就是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對應到這篩選 那裡面的話有哪些參數 去可以修改的 你會發現喔 這個Field指的是什麼呢 3 3是什麼 1 2 3 有沒有發現 這個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你要查詢是哪一欄 Field就是欄 第幾欄的意思 第3欄 所以未來如果你已經做好 那個業務的這一個 你要做產業別 很簡單 改成4就好了 產品改成5就好了 你不用重錄了 OK 不用說每個都要重新再來過一遍 好 再來的話呢 後面有一個參數名稱 叫Criteria 這個後面這個 這是什麼呢 這是1 2 3 4的1 記得不是L 之前有同學把它打成L 看起來很像 沒辦法分辨 那有Criteria 1 意思就是有條件1 相對的有條件2 也就是說 你將來還可以給一個參數名稱 叫Criteria 2 然後呢 中間因為有1跟2 1跟2的這個部分 你還可以設那個 他的邏輯是連擊還是交集 比如說你今天要找小咪或小張的話 那你可以在後面再加一個那個operator operator一個參數名稱 不過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寫的話 再錄一下也可以啦 這邊參數有沒有 這邊其實你可以有一個叫做什麼呢 等於有沒有 等於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且跟或有沒有 如果你有用到這邊等於小咪或等於小張 確定如果你錄下來的話 他會幫你打出那個參數名稱叫operator 冒號等於XL 如果你用或的話就偶爾 或Criteria 2 第二個等於小張 那你就可以插兩個人 你可以就是在這個地方再改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將來呢 你可以以這個當基礎去做延伸 好 然後其他的話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我們如果說今天希望以後 不一定是找小咪 我可以怎麼樣 讓使用者輸入一個條件 那輸入條件最簡單就是一個 用input box 我建立一個變數名稱叫X 那利用什麼呢 利用input box 幫我取得什麼呢 這邊的話打一下input box 你可以打小寫沒關係 因為他不分大小寫 那再來的話呢 他會有一些參數 掛呼之後他問你說 這個prong就是跳出的那個訊息 上面有沒有什麼文字 要讓使用者看到 那就是雙引號 請輸入業務姓名 類似這樣這樣 然後雙引號結束 後瓜糊 這樣就ok了 那這個input box的優點就是說 他可以直接跳出來 你不用去設計表單 直接就會一個訊息讓使用者填 那填完之後的話 他會自動的把輸入的資料放在X 那你將來怎麼樣呢 可以把這個小咪怎麼樣 改成X 把新增工作表這個地方改成X 好其他就不用改了 所以基本上 我只有改三個地方 一 增加一個input box 二 三 ok 應該是要改什麼地方 所以其實 我們這個地方 雖然他也有一個VBA 的作用 但充其量 其實我們其實不是重寫 是在改程式 其實也不算在寫程式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 當然我們可以測試一下 這個ok之後的話 那再來 不過我建議喔 因為這邊待會我們還沒做防呆 什麼叫防呆 因為你這邊有小咪對不對 你現在在輸入小咪會怎麼樣 程式一定會錯 為什麼 因為你新增一個名稱一模一樣 那在Excel裡面的規則 是不能夠有一模一樣名稱的工作表 所以他會有BUG 就停在那邊了 ok 所以記得喔 我們先把舊的先刪掉 等一下再講那個怎麼樣防呆 防呆就是防止錯誤 ok 底下有沒有 那比如說要找小咪 我們來試一下 按確定 過來了 小咪有沒有 欸有 當然你可以的 再找小張 自動就出來了 ok 應該沒問題了 那其他不過特別說這個地方還沒有防呆 那什麼所謂的防呆什麼 就是 眼前看到一定會錯誤的 比如說什麼呢 如果你又輸入一樣名稱的業務姓名 程式會掛掉 掛在哪裡呢 就是那個這一行 他一定會掛在這一行 重新命名 因為沒辦法重新命名 所以呢 如果我說你要防止 你已經知道的錯誤 那你就應該怎麼樣 寫一些邏輯判斷 先防止他錯誤 包含就是說 如果有一樣名稱 怎麼處置 第二個的話 可能是什麼呢 按下他 他可能沒輸入 按確定 那也一定掛 因為查 沒有東西 你叫他查 也會錯 所以如果說他輸入 他沒有輸入東西 按確定 那你要怎麼樣 擋下來 不能讓他繼續 還有什麼呢 還有比如說他找了一個什麼 小李 比如說小李 那小李有沒有這個人呢 沒有 那沒有的話呢 你查了 沒有啊 沒有查完 你給他建一個新工作表 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啊 對不對 所以一個小李裡面沒有 那 當然也要把他擋下來 所以基本上 會有至少三種防呆的可能性 我剛講的話 當然底下會再來看就是 一先做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做那個 我們的房呆 房呆的話 總共呢 會有三種 一二三 這三種 那怎麼樣防止這三種狀況發生 怎麼樣處置比較好 OK 所以這個地方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畫給各位 好 所以我 嗯 再來就是把那個 我們的錄製好的程式 加上註解之後 再加上一個input box 取得使用者的一些相關訊息 不過呢 input box 大概就是方便取得啦 可是如果未來你可能會需要 讓使用的填寫的欄位比較多的話 還是建議用那個制定表單 那如果說你要做得很複雜 可不可以啦 一定絕對沒問題 只是說那個表單你要自己設計好 那是 如果你懂得利用設計表單 做出來的查詢系統 基本上 哇 可以查得非常複雜 看你要哪個欄位 所以之前有同學問說 老師我可以那個一個下拉清單 我想要查哪一欄 輸入什麼 按確定自動幫我查 絕對可以 但是你可能需要 做出對應的表單功能出來 那再來去做邏輯判斷 就可以 查出你要的這個結果 OK 那這裡的話請各位試一下